三杨子看到吞云时,不由震惊,失声惊呼 神兽?这地方怎么会有神兽? 顶尽一看,这只神兽是被人契约过了的,于是吻下心神,趁着声音喝着 你的主人是谁?你想要做什么? 嗯,放了他,否则,本王妃死了你 谁让你来的? 掌风形成一道细刃,猛地朝吞云拍去,同一时间抓着上官宛容往后山的方向略 他要将他带回去,只能从后山而上,否则定会让前面的人看到 休想跑 吞云吼叫着,避开他的攻击,把腿追了过去 三杨子本身就是炼丹师,虽然在修炼上也不曾怠慢 但战斗力绝非真正的飞仙强者可比 一番躲避之后,随时速度越发地慢了下来 他在身上被抓出了数道口子 衣衫被撕破 几道血口渗出鲜血,步伐量枪中带着几分狼狈 吞云看准时机吼叫一声,再度扑上去 想要人,那好,就给你 三杨子见吞云神兽猛扑而上,锋利的爪子朝他袭来 心价发狠,当即将上官宛容推上前,用来当他的人肉防护 冷不防被扣住,往前一推 上官宛容只感觉迎面利爪袭来 杀意重重 就在这时,那头神兽朝他而来的攻击却迅速收回 因收回的气势之猛 整个身体都重重地甩向了另一边 以此来避开对他的攻击 他震了一下 看着那头神兽重摔在地擦出一道痕迹 然而正当他想开口时 后警就受到一记重批 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吞云迅速跃起追上 直至对方竟扔来一雾 哼的一声在他的面前炸开 刺鼻的气味随之散出 他只感觉双腿一软 整个身子趴了下去 只能看着那人扛着主子的娘亲 几个呼吸间逃得无影无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